金正恩妻子必须遵守的十条可怕规定 每一条都能让人毛骨悚然 第一名更是远超你的想象 在北韩这个神秘而特殊的国家里 执政家庭的生活是严格受控且高度保密的 当年李雪主在一次表演时 因为出色的容貌而被金正恩看上 成为了朝鲜最高领导者背后的女人金正恩的妻子 那么你是否会好奇 在成为北韩第一夫人以后 李雪主的日常生活有了如何的变化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金正恩妻子必须遵守的十条可怕规定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想法 第十名 严格的着装规定 在北韩 第一夫人李雪主需要时刻保持无可挑剔的形象 因为她的穿衣着装反映了政权的价值观 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 她的发型 妆容和配饰都是经过精心搭配的 且在公开场合与丈夫的服装相辅相成 这种对细节的一丝不苟的关注 是朝鲜第一夫人必不可少的自我修养 李雪主的衣处里 还有一样关键的元素 就是在正式场合和公开亮相时经常穿着的韩服 金正恩跟她的父亲和祖父一样 非常真实传统的女性形象 他认为这对传承国家文化遗产至关重要 韩服上通常装饰着复杂的图案和刺绣 这些设计象征着穿戴者的地位 李雪主每次穿的也都是定制的款式 除此之外 李雪主的衣处也被严格监控着 以确保其中不含有任何可能被视为颠覆性或反正权的物品 这里面包括不可穿戴外国品牌的服装 因为这与宣扬朝鲜自力更生的哲学产生的冲突 第九名 受限的社交圈 除了日常穿着之外 李雪主的社交活动也受到严格的监控和规定 换句话说 他在指定的圈子之外 想要建立个人关系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 李雪主社交圈其中一个限制 就是禁止与外国人接触 这个规定与朝鲜政权的孤立政策 以及最小化外部影响的方向是一致的 因为在朝鲜的政治文化里 任何与外国人的关联 都可能对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 除此之外 李雪主与其他女性的交友也受到了严格控制 他所结交的女性朋友 都必须先经过政府的严格审查和批准 审查内容包括他们的政治联盟 家庭背景和对执政家族的忠诚度 据说这样是为了防止李雪主 被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所影响 最后对于李雪主来说 与普通人群保持距离 保持神秘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是为了进一步强化 执政家族神圣不能触及的人物形象 有助于维护他们的个人崇拜 总而言之 李雪主的受宪舍教圈 不仅保证了他的政治信仰不动摇 同时也在维护金家族的神秘氛围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对社交圈子的限制 李雪主还要遵循 为获得政府明确许可的情况下 不得公开露面的规定 毕竟 在北韩政府的努力包装下 金氏家族常常被描绘为 神圣和超凡的存在 作为家族里的第一夫人 金正恩的后宫门面 李雪主的露面次数必须受到限制 通过情况下 他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进行公众露面 都有相应的公关团队进行规划 他们会精心管理李雪主的形象 还有效控制了 他作为最高领导人 妻子角色的周边舆论 进而在政权内部 投射出一种团结和稳定的感觉 这种策略有助于增加 执政家族的神秘感和吸引力 进一步巩固他们在朝鲜的地位 而且 通过限制李雪主的行动和露面 政府也可以确保安全措施到位 保护他免受任何潜在的危险 在一个历史上 政治不稳定和权力斗争频繁的国家 这一点也尤其重要 所以说 哪怕是成为了最高领导者的枕边人 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乐 第七名 被封锁的隐私 除了保护金家族的形象和神秘感 李雪主的生活始终笼罩在秘密中 关于他的所有隐私信息 都是被严格保护的高度机密 因为他是与金正恩最为亲密的人物之一 许多的外国情报组织 都希望从他的身上收集到关于金正恩的兴趣 爱好 习惯等个人信息 因此 防止李雪主的信息泄漏 也变得尤为的重要 北韩政府的信息保护机构 会通过实行严格的隐私规定 包括但不限于控制李雪主的出行 限制外国敌对势力可得的信息量 并最小化潜在的脆弱点 这些隐私限制 包括李雪主的背景 个人兴趣和家庭生活的信息 也涵盖了他与外界的互动 如前所述 他的社交圈子受到严格的管制 而他的公开露面 则需要政府的许可 这些措施指的是 最小化信息泄漏的风险 控制关于他生活的信息流向 无论是在朝鲜国内还是国外 严格隐私规定背后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 保护执政家族的形象 通过保持他生活细节的私密性 政府可以确保 公众对执政家族的迷恋保持完好 进一步巩固他们 对国家的权威和控制 第六名 受限的旅行自由 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 李雪主在国内外旅行的自由 也受到严格限制 在罕见的情况下 李雪主可能会陪同金正恩 进行一些国际访问 这些旅行受到严格控制 并且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标 比如促进外交或展示朝鲜领导层 更为接近人民的形象等 即使在这些情况下 李雪主的旅行也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监控 他的每一次旅程的每一个方面都被精心策划 以确保符合政权的目标 除此之外 李雪主想像普通人一样 环游世界 体验生活 那简直就是奢望 就如前面所说 政府需要有效管理他与他人的互动 并限制他接触 可能与政权一时形态相矛盾的价值观信息 同时 这种限制也会更有利于 政府确保安全措施到位 让他免受潜在危险 也防止了执政家族的信息泄露 第五名 禁止表达政治观点 禁止表达政治观点 这对于保护执政家族的形象至关重要 李雪主被禁止在公开或私下表达政治观点 这样就能100%确保李雪主的观点 不会削弱政权的官方立场 确保他不会挑战或质疑政权的权威 他遵守这个规则 也是为了树立给全国人民的榜样 这个规则也适用于他与外国高级官员的交往 在政治问题上 他必须保持沉默 并尊重他丈夫的观点和决定 在一些情况下 李雪主无政治倾向的形象 偶尔还会被用作政治外交的工具 通过把它呈现为一个非政治人物 可以展示出朝鲜领导层更温和 更易接近的一面 这在外交谈判或与外国领导人的会面中 固然是有利的 然而 即使在这些情况下 他也被严格管理 以确保他的言论不会偏离政权的官方立场 第四名 维护家族形象 李雪主的行为是维护家族形象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他需要展现无懈可击的礼仪 对他的丈夫和其他高级官员表示尊重 并在所有情况下保持冷静 他的行为应符合朝鲜政府坚持的传统价值观 不应偏离作为最高领导人妻子的期望 他还需要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 避免表达可能与政权立场相矛盾的个人观点或偏好 他的公共互动受到限制 在正式活动和出场时 他应始终被看到在支持并站在他的丈夫身边 通过精心管理他的公共形象 朝鲜政府可以确保李雪主体现出最高领导人 妻子的理想形象 这对于保持政权的权利和权威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名 严格的日常时间表 李雪主每天睁开眼 等待他的是一份份严格的日常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由政权精心安排 涵盖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社交互动 照顾他的丈夫的需求 管理家庭 按照政权的价值观养育他们的孩子等 所有这些都受到政权的审查和控制 因此他与朋友 家人和熟人的互动都被精心管理和计划 任何未经授权的联系都被严格禁止 李雪主的公开露面也要遵循严格的时间表 因为他在未经政府明确许可的情况下 不允许进行任何公开露面 所以当他获得参加活动或职能的许可时 他的出席将被精心计划和编排 以确保与政权的目标和期望的形象相一致 这可能包括协调他的衣橱 准备谈话要点 并在活动中管理他与他人的互动等 第二名 监视和安全措施 朝前政府对李雪主实施的监视和安全措施 具有多重目的 包括确保他的安全 控制他的生活 并加强政权的权威 李雪主受到政权实施的广泛监视和安全措施 这些措施涵盖了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他的个人行为 以及他对外的所有通信 他与朋友 家人和熟人的会面可能会被密切观察 甚至可能被记录 以确保他遵守政权的期望 当李雪主被允许离开他的住所 或陪同他的丈夫进行官方访问时 他的行动也会被密切跟踪 确保他始终展现出执政家庭的期望形象 这些监视和安全措施 无疑不再凸显朝鲜政府对他生活的控制程度 第一名 完全的忠诚 作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 李雪主要对他的丈夫和执政政权展示出绝对的忠诚 李雪主的个人行为 必须始终与朝鲜政府设定的价值观和期望一致 而为了展示他的忠诚 李雪主必须保持有纪律和谦逊的生活方式 遵守一套严格的规则和期望 这些规则和期望涵盖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他的个人行为 社交互动和公众形象 以及按照政权的价值观 抚养他们的孩子 作为朝鲜第一夫人 李雪主需要参加由政权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 仪式和庆祝活动 在这些活动里 他必须对丈夫和其他高级官员 表现出尊重和顺从 在这些活动里 他需要起到推动政权目标 加强政府的团结和稳定的作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听完金正恩妻子必须遵守的十条规定 你是否还会对第一夫人的权利和地位表示羡慕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